腿长差异的症状通常多种多样 症状可能包括步伐不平衡 或是腰部一边高一边低 也可能包括下背疼痛 腿长差异可能有以下的原因引起 一、骨骼因素 也就是说骨骨或颈骨的长度差异 二、功能因素 这指的是腿骨长度相等 但周围的肌肉功能差异 这种不对称可能是由于腰部、宽部或下半背部的肌肉紧绷造成的 导致宽部左右高低不振 并且功能上或看起来不同于另外一侧 足科医师是经过专业培训来区分患者是受骨骼因素 还是功能因素影响而造成腿长差异 足科医师对于肌肉骨骼系统的了解 让他们能够根据患者个人实施适当的医疗计划 如果有不适症状出现或查出有腿长差异 就应该针对进行治疗 足科医师通常使用处方脚型特制鞋垫来治疗腿长差异 这些都是根据患者的个人需要来量身定制 并且需要小心处理 因为过早太大幅度的脚站反而会弄巧反拙 导致更多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